高速公路上被困买人家方便面就得给人家钱 凭什么你不给人家钱呢 能困在高速公路上的人 你哪一个是穷人 哪一个不是开着几十万的车 你是被困你又不是破产 一碰到这种恶劣的天气就有人出来骂 有人骂虎不不作为的 有骂不产血的 有嫌弃免费的饭菜难吃的 有骂十块钱的方便面贵的 就不骂你自己不张言 出门不看天气预报 车上不备点吃的 高铁站飞机场一碗面几十块钱 你吃了都不嫌贵 方便面泡好了 送到你的面前 收你十块钱 你说人家丧良心发堵车财 到底谁没有良心 没人给你送上去 你有钱都花不出去 入别的冰茶的免费 你倒是肯呢 我就看不惯你这种人 人家帮忙是穷分 不帮忙是本分 别拿人家的善良当理所 当然你亲爹亲妈都不可能冒着严寒 出门给你送点吃的 凭什么要求别人给你免费 昨天在湖北的高速公路上 免费供用热水的姐弟俩又被骂了 就因为姐姐的胸前挂了一个收费的二维码 你说这天寒地冻的 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孩子 能把开水送上高速 免费都已经不容易了 还不知足 人家卖点香烟泡面 怎么就不能收费 我就想问问你家的儿女在干什么 你可能有钱 不会让你的儿女顶着刺骨的寒风去卖泡面 你既然有钱 为什么不能把姐弟俩的东西都买下来 免费送给受亏的人呢 你想送爱心 你送呗 你就会道德绑架别人 真是一百度的开水 都暖不了你冰冷的心 所以善良一定要有尺度 善良也不要一味的去施舍 施舍只会让贪心不足的人 以为理所当然 还会变本加厉 适当的收费 就急不就贪 才能让善良持久下去 不然的话 谁还会去献爱心呢 收费才能让更多的人去做这件事 才能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合理的收费才能让爱心持久 不然谁去献爱心 谁家里又没有矿 就那有些个别人 自己不是凶猫 就别拿自己当果宝 谁也不该供着你 谁也不能活该照顾你 什么文艺